男人 娘們可以過去 錯男人不行 喂 男人滾回去 這是人人可可行的道道 尊雄為何不許讓我過 土方國終戰完事有令 徹底暫時封閉 女的過男不過 真過孰不過 老過少不過 死過活不過 這是什麼歪理 道理道理 終戰王子的話變成道理 你是男子既非和尚 又非老歐 弄要過關 除非是個死人 雷大哥 別跟這些人落所 他們肯定是怕人去西夏車上什麼 老什麼的招親 喔 對不住了 我們不要去參加招親 我們去找人了 誰信你的鬼話 你的小白眼更不可信 其有此理 我都飛過不可能 那就找些投胎吧 那就找些投胎吧 這群弱逼 真的沒有人 啊 這麼弱 這麼弱 鎮 增殿 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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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墊 喔 好多人 大哥 師弟 你們來了 二哥 三哥 欸? 三哥? 師弟 你瞧不出來嗎? 啊 聖幕 嘘 小聲點 你們公子也不知道到哪去 連到王姑娘還有木龍公子也都不見 找都找不找 無法自下就有權木姑娘瞧中一下 他不是跟王姑娘去拿快活 我根本不想管他 原來如此 想挖也委屈你啦 哼 在此同時 交外雷庫領警 蛋公子 你死了嗎? 為何掉下來沒死? 而你卻死人了 斷公子 我真是糊塗透的 你只帶我這麼好 我 我卻 呃 王 王姑娘 是 我是 你沒事 王姑娘 你怎麼也下來了 斷公子 我知道你已經故事 想到你對我的種種好處 雖然又是傷心又是後悔 像老天爺有眼 也安好無恙 我在上面說那些話 王姑娘 你剛才在上面說一句話 我可沒有聽見 我只知道你是個資產君子 原來你會死壞 你們也都聽見要我心口再說一次 怪羞人的 我不說了 我 我確實沒聽見 那是我聽見的 老天爺罰我 不聽見就不聽見 又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卻知道折什麼法 王姑娘 你 你在上面說我究竟是什麼話 我說 以後再說 日子長真的 又何必必 急待一死 你 你是說 以後咱們能實時在一起嗎 斷腦 只需你不嫌我 不然我卻對你冷漠無情 我願終身跟隨你 再也離不開你了 那你表哥怎麼樣 你 一直喜歡木魯公子的 他卻從來沒叫我放在心上 我直至此刻放在知道 這世界上誰是真的愛我 領我 是誰叫 把我看得比他性命還重 你說我 對啦 我表哥一生之中 夢想著想住大爺皇帝 這也難怪 他忘了這次次代代做的便是這個夢 他主動時代 傳下來的夢 從到他身上 怎麽碰壞他的行爵 我表哥永不是壞人 只不過我也想住大爺皇帝 別人什麽時候擱他一旁了 王姑娘 唐明表哥一旦悔悟 會人對你好 那 那你怎麽樣 斷腦 我是個愚蠢女子 卻絕絕不是善得半寢之冷 今天我歡迎定下三聖之約 若再三心二意 其不有愧明解 為何對愛情對我的深情 厚意呢 圓妹 我今日心悅得場 生氣也不如 這位遠藍辛苦 公主請祝位進內殿 很好很好 我來進公主 都著急烏魯打什麽劍 有什麽行不辛苦的 走走走 請各位請我 催我來 前面便是內殿 請各位在此稍後 咦 哼 斷了一下 你是我驚的 你都知道了 沒有都知道 那瞧這 這陣仗 也是他一二 斷了一下 可真為了你呢 你倒好 不如是不想和王姑娘走 卻叫我來跟你 背這個這個木燒 好妹子 你別生氣 這件事出來幻賞 我可能投在一口爛泥井裡 險些活活餓死在地底 你沒受傷吧 我家裡臉色不太好 沒事 我怪我得很 三哥 你可是趕來了 那各位操心了 既然震主兒來了 這下大家可放心了 到底發生什麽事 這王姑娘怎麽 此事說完話場 在這裏試電子畫火 再說我與兄弟知道 公主殿下有餘 請這位姑娘 不論是否 你不然男裝 以及四十歲以上 以及不獲之餘的先生們 都請留在這裏 去各位嘉賓 飛爺飛爺 我們萬一條雅見公主 路途之上千辛萬苦 有了戰身風沙大漠 有了善密斯魂虎口 大家只不過想見一見公主的冷眼 如今 只因爹媽媽將我生的早幾年 以致在下嚴過事實 一方八色 全屬土老 早自如所遲些出事 花先生說笑 一個人早上 遲身 其他自己做得了主 公主殿下 自有如此 大家尊敬便是 你囉嗦些什麽 王子殿下 我說這番話是問你好 你今年四十一歲 算得也不是很老 總算言喻士群 是不能見公主的 前天 胡說什麽 我 我說那 個人的生日 總是自己記住最清楚 過了四十歲便留在這裏 不到四十歲的 請到內店去 很好 我年三十歲也沒到 這趟去內店 很好 我年八十歲也沒到 這趟去內店 我雖然年語不貨 性格卻非不貨 皆是大貨而特貨 公子耶 咱們且進 我先進去一下 女兒他們在這等 我很快出來 嗯 對了 你去吧 咱們進去吧 欸為什麽喬後你也進去啊 呃 那 那我也進去了 你去吧 我們會在這邊候著 快去快去 反正我說那公主也不會看上你 對 我 我也有自知之明 哼 請公主 電一下現身 我們要見公主 公主現在有三個問題 盡情更為哀刺回答 原來是出題目考試 俺只會死 想五道 要回答什麼 私出題目 這可能難死俺的 問的是武功招數嗎 剛主要問的題目 都已告知壁子 請哪位先生過來打體 大家怕做先鋒吃虧 那是神仙四祖 大家抱不疼有欺有二 只怕一如龍祖方龍 別無他意 包先生到底想值得很 公主殿下有三個問題請教 包先生一生之中 在什麼地方就是快樂逍遙 是在一個磁器店中 我小時候在這個店中做學徒 老闆欺負 另外帶來日子打罵 有一種狂信大發 將磁器店中 碗碟茶壺花瓶人想一股腦 打得拼拼啪啪啪 吸巴粉碎 生命最痛快便是此事 是否答中 畢子不知 有公主殿下決定 今天問 包先生生命最愛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叫包不慶 第三問是 包先生最愛這個人笑貌如何 此人連風六歲 眼睛一大爺小 鼻孔朝顛 耳朵著風 包母有何吩咐 此人絕機不停 叫他哭必笑 叫他笑必哭 哭起來是兩個時辰不停 包先生請外邊休息 第二位請過來 這下大禮斷獄 幾鄉公主殿下致意問安 這下闢軍南疆 經得得上國光光 多麼厚待 實感 呃 原來是大禮國正男王世子 王子不需多景 勞不遠來 實聲減慢 挖去之地不足以其他貴客 還行多多干當 姐姐也太客氣了 工作堅持諾無暇 改日進見 那也無法 王子寄到此也請回答三問 OK這邊有人就不念了 在一口哭醒的難寧之中 哈 難道是烏龜 正那女中最壞活 王子生命最愛之人 叫什麼名字 是王 呃 我最愛的自然是爹和媽 念尊念堂相貌如何 是否與王子頗為相似 我列四方點大 冬眠大眼 形貌甚至威武 嗯 其實他的性質倒是很和善的 多謝王子 請王子外邊休息 土方國王子中斬 請公主毀滅 公子三的問題早聽見 有本一格格來問 我一陣最快樂笑的地方 產生日後座 父馬與公主結為夫妻的洞房之中 我平身最愛的人 乃是銀村公主 他自然姓黎 鬼名此刻當然不知 將能稱為夫妻 一定會與我說與我知曉 至於公主的笑貌 這樣可隨身一般天上少有 地下無雙 你說我答的對不對 這個有公主決定 多謝王子 請王子外邊休息 照下姑蘇 燕子 烏木龍腹 久仰公主放明 特來拜會 原來是怡筆之道 還是筆勝姑蘇木龍公子 不敢 見名猶如蜻蜓 好 姑娘索蘇 可是公主要問的三個問題嗎 不是 公主莫怪 被指這幾年聽說 蕭大俠的英明 仰墨已久 不禁多問了幾句 蕭大俠 此刻 被她姑娘勝貌 姑娘有幸 不妨自行問她 畢士 原來蕭大俠 居然 降尊驅貴 來到畢邦 我們事先為之 知情 減慢之急 蕭大俠 當真寬虹大量 原有折戈 戴婢子 先問問慕龍公子 蕭大俠還請稍候 得罪得罪 請問公子 公子聖平 在什麼地方 最是快樂逍遙 我覺得真正快樂 但是將來 不是過去 公子聖平 最愛知人 叫什麼名字 我沒有最愛知人 如此說來 第三個也不用問了 我盼著見到公子之後 等回答姐姐 第二第三個問題 哇 慕龍父啊 你搞成這樣子 何必呢 請慕龍公子外邊休息 蕭大俠 你倆在畢國 龍蟲主辯 畢士爺 要以這個三個問題 冒放虎威 尚其海涵 阿豬 姑娘客氣了 和兄弟喝酒的地方 和阿豬在一起的地方 對不起 死在社會上 哪個缺席的所在 嗯 那麼蕭大俠最愛的人 叫什麼名字 在過去 有我的恩賞和養父母 可惜他們都適事 現在在我身邊的 變成阿豬了 這個阿豬姑娘的相貌如何 我從沒在意他的相貌過 但他聰明技巧 散結人影 讓人見得打從心底 感到舒服 這位阿豬姑娘 如果能聽到蕭大俠這番話 聽到非常感動 對蕭大俠 請蕭大俠外邊燒歇 這位少俠也請過來疑問 不是少俠的尊姓當名 在下雷震 貴重人士 先生平身在什麼地方就是快樂 這 呃 我都很快樂啊 嗯 好 那麼生平最愛之的人叫什麼名字 呃 生平最愛之的 嗯 應該是 啊沒有蹤靈可選 看來那個bug 沒辦法啦 沒辦法共存 好我選桃爾啦 好不好選桃爾 好選桃爾 桃 桃爾 那麼他的相貌如何 他瓜子臉當然俏皮可愛 然後還在頭上招兩個小技 這是個可愛的姑娘 二哥 換你來 等我問完你 咱們一起去找大哥 啊不 我不 我又不是 先生最新大名 我不要選我遠遠 我我媽 我道號虛毒子 先生平身在什麼地方就是快樂 快樂的逍遙 呃 是在一個黑暗的冰窖之中 先生是你最愛之人 叫什麼名字 唉 我不知道那位姑娘叫什麼名字 我又稱她為孟姑 不知道那位姑娘的姓名 那也不是什麼歧視 當年孝子 董勇見到天下仙女下房 並不知道她的姓名底細就愛上了她 虛毒子 哈倫茫茫茫 和 這也從來沒有看過 虛毒先生稱那位女子有孟姑 那麼虛毒先生可稱出孟男嗎 正 正是 多謝 請虛毒先生在外邊休息 咱們走吧 等等虛毒先生 可否隨小女子來 啊這 是 孟姑姑娘交代的 啊 孟姑在這 是 先生請 我 只要趕去五房 我先去找兄長 嗯 菁姐的帶路 你 你可是孟男嗎 你 你可是孟姑 這可想死我啦 孟男 我變身也找不到 再請父王踢下版文 邀你到來 你 你便是 怎麼到裡面說話去 孟男 我這這夜夜 就怕你此時此刻 啊 主角在那邊偷聽 欸 大哥 三哥 他們都到哪了 小大哥大了去 醉大哥趕去蘇州 之前也能通報他 收到 二人設下陷阱 要去為人斷文言 這樣啊 咦 怎麼也能出來 修逐大哥呢 他被 我看看 我很好 極好 受不受快活 讓你空跑一趟 真跪不起 對道倫伯又失信 自負三弟 二哥 不 王子你誤會了 飛野飛野 既然是飛野飛野 趕不趕在之前內 能說給大家聽 好吧 拿去 那還要等多久 怎麼走吧 我擔心熊掌 不如趕去搜搜看看 好 阿羅 你拿我魚兒幹什麼 他又沒得罪你 哼 我設下陷阱 本想住老鬼 卻知道哪一個小鬼 就要把那些絕具都填對 果然是老鼠生的兒子會打動 可是有錯的腳 你居然被四大二人逮住 哈哈 哈哈 這小孩子怎麼也都追我舅母 他供應我表面魚焰 丟了他的清白 舅母 這小孩子是有餘故 也不用等他行轉 什麼 他有煙了 吼 就這小孩子殺了 怎麼回事 快過去小巧 雷拉哥 比嚕馬 怎麼現在這裡 看裡面的情形在做釘冠 嗯 那是我師父 怎麼可以上當 我遇見他身上的繩索 老三 你快聽我說 快去二魚撿出來 將這小子的頭撿去 不成老大 見你老三可不聽你的話 我非叫師父不可 老 老大 喂 這是不聽老大直言的榜樣 尊我者常 你我者亡 天龍室外 菩提樹下 畫紙拉塌 觀音長髮 你 你是那觀世音菩薩 你可知孩子是誰 你要我老你兒子的性命 他 警鐘了一塊小金牌 各著它是三層八字 哎 原來打死 打死 嗯 啊 有人奉奪 慕容公者 我打你斷這不善用度 你該當用藝樣對付我才是 斷殿下 一代陰姐 體重泛泛之輩 在下這悲書清風 當年乃是取之膝下 只是越加添補 使之少一種赤木油類的氣息 斷殿下 成立即膝下一品堂麾下 在下也悲書清風響石 笑以不輸 姑蘇慕容一筆之道 還斷彼身的加封 你怎麼把舅尾毒倒 快去解藥來 舅媽 沈兒得罪 少廷自當首先給舅媽解毒 什麼少廷不少廷 快拿解藥來 針對不住舅媽 解藥不在沈兒身邊 斷殿下 在下雖然迷倒 卻絕為加害一義 直去殿下答應五件事 在下不斷雙手奉上解藥 還向殿下磕頭賠罪 先斷了活了那麼大把年紀 大方大腦無精 經過無數 竟然在下 瑕疵要邪之下 大運什麼事 在下如何敢對殿下 瑕疵要邪 這也眾人在此 哥布特作為見證 在下先向殿下賠罪 在光光盡力向殿下 恳求一事 常言道 里下餘冷 必有所求 公子行持大理 在下捨不敢當 卻不是公子有何吩咐 在下的心願 殿下早已知曉 但下心腹大焰 絕非一朝一夕之貢 現在我先保持殿下 等大理國皇位 殿下並無止息 恳請殿下收回意志 我倆同心共濟 已成大事 卻不兩全其滅 大創江章 則智厚周財氏 當年周太祖郭妻午後 以財龍為止 財氏中熊茶大略 整軍金武 財氏後 後周大樹深微 郭氏寫時多年炎月 後世傳為美壇 內壇正要我家裡收回意志 正式 由此你卻 須改姓為斷了 做了大禮國的皇帝 心乎厭國的念頭 各須收起 慕容是從此無後 你可做得到 這個 大修雖非萬本不孝之朗 但成大事不顧小劫 祭拜殿下為父 智燈終於斷世 一心不悪 妙計 老夫浪浪浪江湖無其無知 不料盡 萬年得益家兒 大衛平生 這還惡連少英俊 我擔心腦懷大腸 我醫生最喜歡這次無果於此 關世音菩薩在上 第四感激涕領 重難焚身碎骨 殿下是武林中的前輩英俠 致命一眼久頂 絕無反悔 義父在上 海爾磕頭 非也非也 此舉萬萬不可 包三哥有何話說 公子也是大爺 大爺贏國父 慕容師堂堂皇爺 七個改姓斷絲 新富的厭國大爺雖然艱難萬分 但這麼竭力以赴 公子也要是把這個長废的傢伙做義服 居然這樣做得皇帝也不觀彩 何況一個新木隆要去當大理皇帝 當真是藍上假藍 包三哥有許多史心史為了明白 以後只能慢慢分縮 非也非也 公子 包不同水準 留用一圈猜到一二 你只不過想去韓信戰的一次跨下之路 以為他人的飛黃特大 你想利用今次心斷的是 日後南昂大全再赴新木隆 剩下大理瓜打給大雁 就或是發兵贈送法療 公子也 你用心雖善 可是這麼一來 卻成了不忠不孝不忍不義之徒 不明有愉愧於心 舉世所不辭 包三哥言重 我又如何不忠不孝不忍不忍不義的 你口號大理 日後再行反叛那是不忠 你拜段延親為父 笑於段氏 與木隆氏為不孝 笑於木隆 與段氏為不孝 我漫有求榮 視為不義 三哥 三哥 你最沒有了氣息 像一邊人要問一位公子也 為甚麼下毒手殺我 公子也抱上地說話像是頂中畢竟 你從小便知 他跟隨我多年 豈能為幾句頂中我的言語 並相當性命 可是我一片赤塵 拜段殿下我為父 他卻要挑撥離間我父子的情誼 這如何容效 公子也行踪 詩欲難跟著出生路是包不同 便萬萬集不上一個段言慶了 豐四哥不必神奇 改頭大一段時卻是全心全意 絕有半分他年 包三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我這才不得不下重手 公子也心意與絕 戰狼挽回了 不錯 公子也 我兄弟四人隨便解憶兄弟 卻是嗜同生死 情惡苦肉 公子也速來知道了 鄧大哥為報生哥報仇嗎 三位便是其喪 慕容婦何聚 我們現在還是慕容婦的家臣 如何敢罵犯公子也 何者留不何者去 我們三人是不能再伺候公子的 鄧大哥公爺二哥豐四哥 你們深知我的威能 並不愛我將來會背叛斷士 對你們三人十五絲毫借勵 卻又何必分手 當年家父帶三位不無錯 三位一神大元家父進行節育服務 這麼廁守一去 豈不是違背三位極度的諾言嗎 公子不提老先生的名字 倒也罷 提老先生來 這能讓他人為父 改姓叛骨心境 又如何對得住老先生 我們卻承擇老先生歷史 此生決意進行節力 扶手公子 幸福大業 灌大墓 榮 榮氏之名 哼 義父名見 這四人是還有的家臣 隨我多年 但何耀兒為了終於大理斷事 不許親手殺了一人 睡即傷的 好 神妙 海爾之助替義父解讀 恩 義父 海爾地性功勞 不必將段子與這小子先行殺了 與覺段正成的後事 叫他非將皇位穿越 義父不可 海爾 你小心 殊為可強 但這小子太過可惡 多是得罪為父 他婆父父親多我皇帝害我全身蒼廢 我要親手殺了他 那我還是先些義父解讀 不成 我還是先替義父立些功勞 正男王 你回到大理之後 有多久可以見到王人 皇位做了皇帝之後 在德國就船位有義父 我皇兄內功深深 精力充沛 少說要做三十年皇帝 他船位給我 我總要好好做一下 為民造福 少說要做他三十年 六十年之後 我兒端育八十歲 就算他執著二十年皇帝 那也是八十年之後 胡說八道 男人等那麼巧 限你一個月內登基為君 再勾一個月 便船位於延慶太子 我的皇位 只能船給我兒端育 要我提早船位 倒是不妨 但要船給旁人 就是萬萬不得 好吧 那我先讓段曉這小子一劍殺死 隱藏會給他鬼魂吧 你當我們段曉的是什麼人 你殺了我兒子 難道我還甘心送你百物 你要殺便殺 不妨將我們一個活人一起都殺了 這人性子倔強 堂怒就此致敬 咱們打擊並歸泡影 段曉這小子暫且不少 其他咱們父子長中 並不讓他飛上天 是 慕容父 你說第一個給舅媽解讀 從新辦的DN 便一心一須討好是醜八怪 可別怪我把好聽話罵出來 他人不像人 異父 我覺我們性子剛強 要是言語中得罪你老人家 還寫當當一二 免得他又再出言不遜 還有就先給舅母解讀 哼 會不會這四個賊女給我殺了 鎮男王 我覺我們叫我殺了他 你意下如何 阿魯 你以後要我如何或變如何 一直替你吩咐變了 難道你我之間 竟然解下這終生不解的仇怨 好省啊 且慢動手 待會想一想再說 鎮男王 只要你答應 傳位元慶太子 你所有的鎮飛側 也要替你保全 絕不讓你傷害他們一根寒毛 鎮男王 董男子和大丈夫 行事一眼而絕 只要你點頭答應 為歷史對大夥解開名藥 大家色焰陪醉化理威又 起飛大大的美式 他弄得真的不遠 我這一劍只好吃下去 我數一二三 你再不點頭 莫怪木龍夫所下無情 一 二 阿興 我對你不住 斷了 鎮男王 你擔真不打與 好 三 小木頭堂堂木龍公子 將人品如此卑劣 又是你這臭小子 驢壞我好事 錢都不饒你 可惡被逃掉了 這是這身命場 呃 熊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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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多謝前弟 你這個大惡人 我先殺了你 呦 只能動毒並不及殺 想辦法聽我們解毒 是 還有遵命 解藥在此 慘愧 這回都會雷大俠即是趕到 否則 不敢當 這斷眼鏡要如何處置 連斷不復四下 皇兄成說 不要傷 延親太子性命 但他屢次找斷不復 尾氣 弄得這樣放他走 進入得知一間大喜事 今後斷眼鏡無依無窮 你們放我也好 不放我也好 總之我和你們斷死的恩怨 從此一筆勾銷 斷眼鏡 每次斷光也和他們為命勾銷 扯話當真 我斷眼鏡還不是 不是個說話不順話之人 好 玉兒 你幫他解毒 是 好了 你可以走了 你幹什麼這樣喬著我 好 哈哈哈哈 太好了 想要大家都無視 太好了 想要大家都無視 這個雲中合作的果然 我已經拿他死穴 請王爺莫怪 此人事有意過 我怎麼會怪你 王爺也就收起 相比皇上已頗為擔心 還請王爺早些返回大理 對 嘖 蠢 純哥 是才我已經弄位姊姊 諸位姊姊 諸位姊上已過 這樣我這是事情 我們都想到了 諸位姊 各有各的美貌 風姿 我已經有靈 何況夫君 真的 你們 你們又一 本來王爺三公又一 實處平常 不過就只能於我們結面幾個了 父親可不能再 哪 哪當然 怎麼不見寶寶 他 中夫人已經懷忘結骨 他也嫁人歸 岐可 是 是我不對 媽 那個 王姑娘 他也是爹的 阿魯 於是 不是 他姓王 哦 那 真的 那他就不是我妹妹了 嗯 那很好 我還擔心育兒和他 放心吧 他們不是兄妹 那王伯母 我和羽燕在一起 你不會反對吧 我的女兒能和大理士在一塊 我怎麼會反對 只會你一心一待他 我就安心了 是 我一定會 伯母放心 謝謝伯母 媽 好 咱們打到回府 於是一心的浩浩噹噹噹的回到大理 射焰白鞋 一方面仇氣雷震救命之恩 一方面 鑽射滯 甚至鑽顎的鎮男王 登地 娜菲 原能那時在天皇室 為對付 舊魔者 踢路也是保佈地 早上一想退位 為 為什麼 為真 專心修行 只因鎮男王一直在 終於會反故而暫時 設白鎮 但鎮男王回訪大理 即將地位傳給動聖存 氏子 即任鎮男王 成為七下鎚馬虛祖 也感到鎮男王府祝賀 可喜可賀 可喜可賀 對人善歌 特領在西夏發生何事 那可求王是怎麼沒他們 陪他們的中藏王子去招親呢 那時間可說是我的人生的大轉捩點 其餘的慕容傅怕我和他相稱駕馬之位 因為我在皇宮外一個景邊 我力圈他不可辜負羽怨的情意 讓他打消駕駕馬之念 那誰知他竟然稱我不注意之詞 叫我推入那谷井內 事有錯小 羽怨恰是在那谷井附近 慕容傅不但不思後悔 反而言語憋得羽怨心寒 心寒意冷 跳緊致敬 而慕容傅一旁竟然未嫁阻攔 現場經理有厚厚的污吏 對他卻並不礙事 羽怨終於看見他表哥的面目 對他吸引了一絕 我的一番心意也被他所體會接納 喔 難怪那史上哥說最快的地方 是一個有污吏的警鐘 那我當時上哥心中 最想說最愛的是的人 想不是王姑娘無意了 四天摸要學校哥哥 後來我們在井內 聽到三面揪魔智和慕容傅對上 想當然揪魔智也是為了替重大王子 除掉一些競爭對手 但不知為何他們倆竟然落下井來 我清潔之下揪一揪揪 把揪魔智的手 讓北門神功自然感應而發 不一會將不救魔智的內力全不行啊 啊 這麼說來 救魔智不就內功全是成了一個普通人啊 不錯 救魔智的內力全是之後 反而大車大悟 身會枉直與武功 荒廢了火法 此後當倉若佛法圍繞 原來是奴使轉變 麒麟王爺探子回報 大宋太皇太后高氏崩主 皇帝趙西親政 霸出元幼眾臣 喔 那皇上可知此事 也頂告皇上 皇上下指差人至大宋致哀 嗯 可知趙西親有哪些人 張純為相 據要者與多範圍高氏便宜的新派人士 為禮部尚書呂寒出任官職 張純來玩安時提吧 但不是呂寒是來為男號人物 呂寒男武零世加天地爭呂寺之後 八年前呂寺胆爭之下 招滅門之後讀呂寒性角 趙西親政呂寒盡萬元策 遂得重用 呂寺之罪亦得平反 天地爭 家父 家父必是屍於呂寒之手 你一路辛苦了 下去休息吧 小人告辭 怎麼回事 兄長 穆娘的殺父仇人 只有可能是呂寒 我想這開封一趟就近 嗯 你們自己小心 是 帶此次醫療 正在鎮人王府 和大家聚一聚 告辭 哎呦 虛祖我的裝備在你身上欸 哦 她 段燕的媽媽不讓她問 好 走吧 開封城 對 遊戲改劇情了 好 其實已經直播差不多結束了 我們下禮拜從天地震的事件開始 就是要報木娘的殺戶自仇了 這時候去找棕林到底在不在那裡面 應該在了吧